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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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房夫 而且少年时期运势较差 会经历不少挫折 四 玄真纹 印堂处有此纹路者 六亲元宝 不能依靠父辈 一生坎坷操劳 夫妻关系不佳 有可能还会背井离乡 五 穿字纹 额上有穿字纹主长寿 即使身体偶尔也会生病 但总能平安度过 但如果纹路过长 则会行客家人 而如果穿字纹在印堂处则主集 其人心地善良 懂得知恩图报 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地位与生育 六 眼月纹 额头上有三条横纹均向上 弯成月牙式的弧形 相学上称之为眼月纹 又叫福西纹 眼月纹是知识分子靠用脑筋而成功的面相 表示为人正直清廉 形势稳健 不喜欢卷入无谓的纷争 会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 默默地服务奉献 很适合担任公务人员 或是管理监督的职位 眼月纹如果均匀明显 则主智力超群 记忆力特别强 如果模糊或者断裂 就失去了功能 如果三条纹的尾部都是两头略向上弯 则表现了这种人能够忍耐劳苦 成就大事业的成功者 女性如果有这三条横纹 虽然利于事业 却个性太强 不利于婚姻 如果三条横纹的两头纹尾向下弯 可能容易孤寡 如果是短小的三条横纹 位置都在印堂 则需谨防意外灾祸 这三条纹 上文称天文 中文称人文 下文称地文 必须长而完整不断 如果短 乱祸中间有断裂 就会失去效用 而只见其劳苦低悲的一面 天文象征能得上司长辈欣赏提拔 人文象征聪明能干 又肯努力求上进 地文象征获得不属敬仰 肯心服口服地追随 服从他的领导 所以是早年发达的人物 有三条演阅文的人成功机会大 当然也更劳碌 地位高 责任重 可以为国家 为社会做一番大事业 而且也能想大寿 八 养阅文 养阅文顾名思义 就是一道像弯弯心悦一样的文路 两端微微上翘 这种文路的人 在事业中能够独当一面 面对机会也能紧紧把握 富贵可求 唯一的缺点是为人比较固执 需要贵人来引导 才能事半功倍 九 天注文 额头上长有这样的皱纹 主大贵 其人个性顽强 做事执着 不达目的绝不放弃 对己对人的要求都非常高 一般可成就一番事业 但女人有此纹路 一般会因为过于强势而影响婚姻感情 十 八字文 假如印堂或山根处有此纹路者 一生操劳 但长寿 而男主行妻 十一 玉领横文 在两眉和两眼之间的部位称为玉领 又叫玉堂 假如此处出现横文 留年三十九岁会犯官妃 如设诉讼亦会败诉 特别是离婚官司 十二 山根横文 两眼之间 鼻梁根的位置称为山根 假如此处生有横文 初年辛苦忙碌 三十六及四十一岁时已发生意外 一生会遭遇许多挫折 横文数量越多 挫折也越多 其人难以继承祖业 适合离家在外发展 如有能力到国外发展 更可出人头地 当然 在我们的面向当中 除了额头纹路 还有其他部位同样要注意 其中最重要的有五官 三庭与十二公位这三种 五官 指的就是耳 眉 眼 鼻 口五种人体器官 三庭 指的是 由额上发际到眉毛部位 主管少年运程 执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的运势 由眉毛到鼻准头部位 主管中年运程 执掌三十一岁至五十岁的运势 由鼻下到下巴部位 主管晚年运程 执掌五十一岁以后的运势 他们分别称为 上庭 中庭 下庭 上庭 高 长而风龙 方而广阔的话 主社会地位高 中庭 龙而有肉的话 主腹而瘦 下庭 圆满 端正而厚重的话 一生有福气 我们今天先来说说五官面相 一 看眉毛 眉毛是五官面相中最高的一个 所以眉毛体现出来的个人性格 往往也是自身最本质的性格特点 比如说眉毛比较浓密而且顺滑的人 有着较为强烈的功利心 做任何事情都讲究收益 擅长与他人交往 而眉毛稀疏的人则并不看重名利 性格淡薄 相当随和 人缘也不差 还有眉毛之间的间距长短 也可以体现出个人的性格变化 眉间狭窄的人喜欢 以自我为中心 而眉间宽阔的人 心胸同样广阔 且开朗直爽 二 看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自然也能够体现出其人具有的性格特征 在分析性格中 可以看五官面相中眼睛的大小 眼神的变化 这些都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 像是大眼睛的人 往往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望 追求的目标比较多 而眼睛小的人性格比较稳重 做事小心谨慎 眼神过于犀利的话 会让人产生难以交流的感觉 这类人的攻击欲望也比较强烈 而眼神随和的人 擅长交际但缺乏主见 我们也可以把眉毛和眼睛放在一起 总体来看 眉眼要秀气为最好 而眉眼主管人 31至40岁壮年时期运势 这个阶段正是人生发展的上升期 是决定后半生成败的关键 眉毛要有秀气 宽广清长 双分入宾 或者像犀牛角高悬在上 或者像一弯心月 手尾风营充实 高居额头之中 为上加之相 眉毛的长度 应该是眼镜宽度的一 五倍以上为合格 如果眉毛与眼镜等长 甚至略窄 成为眉不复眼 代表难以成名 眉骨高的人性格刚强 眉毛直立的人凶狠残暴 眉头高眉尾低垂的人 性格温和懦弱 两眉相交的人贫贱 眉成八字的 则为多婚之相 而眼睛要黑白分明 神光充足内敛 童子端庄中正 光彩照人 眼睛的长度 要超过自己两根手指的宽度方为合格 眼睛秀美深长者 富贵 眼睛短小者 愚蠢而贫贱 单眼皮的人有威仪 双眼皮的人 多情且人缘极佳 三 看鼻子 鼻子要挺拔为最好 鼻子主管人 四十一至五十岁中年时的运势 人到中年 是进入了人生的收获期 鼻子生得好的人 中年运起佳 反之 则中年容易遭遇挫败 鼻子是主管人 一生成败的核心因素 鼻子称为天助复兴 主管人的财运 女命主复运 鼻子应该生得高纸挺拔 丰满圆润 宽厚无缺 没有斑痕黑质和伤损 为上家之鼻象 鼻子的宽度 要达到两拳之间宽度的三分之一为合格 窄而单薄的鼻子 主贫穷 女命以鼻子为肤星 女命鼻梁短小低矮的 婚姻不利 难得家偶 鼻子上有之般伤疤的 中年容易遭遇危险 事业或婚姻容易出问题 四 看耳朵 俗话说大耳有福 耳朵大的人不仅是福运出色 性格中也有着出色的领导能力 心智成熟容易得人心 不过这类人的心性过于谨小甚微 缺少容人的胸怀和气度 耳朵小的人性格比较冲动 做事不计后果 虽然有着一腔热血 但很难做出什么成绩 五 看嘴巴 嘴唇要风盈为最好 口唇主管人晚年的运势 代表了一个人的情感 个性 也是气度和赚钱能力的体现 口唇之向好 则晚年生活忧郁 反之则晚景凄凉 嘴型要生得端厚丰满 方正有力 嘴角如宫形开张 唇红齿白 严密齐整为佳 嘴的宽度应该达到鼻翼宽度的一 五倍以上为合格 嘴唇薄的人 口才佳 但薄情寡义 嘴大但不正者 缺乏信誉 爱说大话 嘴小的人无气量 爱极度 嘴唇短促的人 孤独贫穷 嘴角下垂的人 容易遭人极度 两唇合臂不言的人 容易破财而短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下期再见